我还带什么来着 我们要做最虾最蟹 哥 对 这只 这只好凶残 你真的好凶残 啥意思假装装死 黄酒 先给你去腌上 秒醉 凭着感觉走 哇 好开心 还在挣扎 他不是在挣扎 他醉了 蟹鲜蒸好 我来搞这个汤 桂皮 香叶 冰糖320克 生抽400克 煮开之后倒一点点白酒 洗锅 完美 24分钟 很冷了再放一冰箱 我要去做酒酿了 糯米泡了多久了 四个小时 可以了 可以吗 那你会那个酒酿吗 试一试吧 反正左右第一次 蒸糯米需要下面白布 这能够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糯米倒在上面铺平 好嘞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天分的 好 好 好 去吧 哎 这个是好了还是没好了 啊 完了 没水了 这蒸饭蒸到一半没水了还行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天分的 我 好 我来 今天来做甜酒酿 也就是北方的烙枣 糯米选这种原糯米 糯米就选错了 好气上三面 水烧开后转中火蒸30分钟左右 30分钟 我煮了20分钟左右 煮好的糯米移到架子上 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容器 啊 早就拌匀了 搞错了 完了 对啊 按压整平 完了 中间挖一个洞 完了 中间撒一个酒 完了 哎这个我觉得我们做失败了 因为它这个米碾不开 每一步都错了 这个真的不行 这个做不了酒酿 这个米还硬的 怎么办呢 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 我们选择放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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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